不是你的想法吗 行 种地的事 还有啥事你心里不舒服 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也是 本来那时候小孩小的时候 就爱哭 我还做家务 叫他跟他妈说一声 叫他过来看两天孩子 他也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我们人人亲眼 我可以自己待呀 爸妈岁数大了 身体本来就不好 你不去 我说我自己去跟他说 你还威胁我 说跟我离分 我那当时不是一丝气话吗 小孩天天闹 我本来就烦得很呀 你哪里是气话呀 你明摆着是向着你妈妈 你妈本来就对你不好 你老是向着她 从来没为我想过 我月子做完的时候 都没见到他妈一眼 你母亲在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对 你媳妇跟你妈之间 还有矛盾吗 有一点 还有矛盾 那不像矛盾 那是他向着他妈 他妈本来就对她不好 他老是向着他妈 好好好 故意这样说的 你 你对她好吗 我对她好啊 就是那是住院的时候嘛 她病得挺严重的 病友通知书都拿下来了 我白天做兼职 晚上还去照顾她 我跟她的妈 打了好几次电话 叫她妈过来看她一眼 就不过来看 我妈当时不是也是生病了吗 生病了 那是你找的借口吧 生病了 哪里生病了 妻子天天为这点事 就跟你磕磕绊绊 对 你今天来想解决什么吧 就希望她以后 不要老是什么事情 都向着她妈 也都为我们这个家 都为我考虑 我觉得她对我妈 还是有一点偏见嘛 毕竟 她就是看我 对我的妈太好了 对她妈 不是这么好 你对你丈母娘也不好是吧 不是 因为我妈她们 稍微偏向哥哥姐姐一点 我就是想对父母她们好一点 把我们的关系 搞得融洽一点嘛 你也是觉得 你妈有点偏心是吧 有一点 所以你这么做 是希望你能跟母亲的关系 有所改善 然后母亲对你们 这一个小家好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你感觉还是挺有想法的嘛 你们俩之间没事吧 除了妈的事 没有 没有多大的问题 你心里觉得委屈不 我心里觉得不委屈 不委屈 那你觉得你媳妇委屈不 跟了你 有一点 老实巴交得好男人 其实妻子心里 不就一口气嘛 消不下去是吧 是 有一点 你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分析 看来能不能排解 你那点预期好不好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黄女士 问你问题 你是家里有兄弟姐妹吗 有 你们家偏心吗 我们家不偏心 所以其实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 在匮乏状态之下的父母的偏心 但你突然之间又遇到了这个情况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赵川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点是很正确 就是你就是心里一口怨气嘛 这口怨气就是 在你看来我们是一个小家庭 我们这个小家庭 在整个大家族当中 我们付出的是最多的 但我们并没有得到 我们付出那么多的利益 好处或者关爱 凭什么 无非就这么几个字嘛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 小家和大家之间的一个利益冲突的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提醒丈夫注意一件事情 这症结其实还是在你身上 但这个症结我倒不觉得 是不是你应不应该孝顺的问题 该孝顺的地方 我们肯定是要孝顺的 问题在于 你到底够不够关心你太太的情绪 她开不开心嘛 她高不高兴嘛 你有没有哄她的能力嘛 你有没有让她高兴的能力嘛 或者说 你到底有没有从你父母那边 哪怕表面上面 拿一点什么样的东西 会来哄哄她的能力 你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他们家拿来一筐鸡蛋 你知道全拿去给你爹妈 那你爹妈那边有好东西 是不是你也可以拿一点点 不用多一点点回来 给老婆尝尝呀 让她开心一下呀 说这是我妈给你的呀 情绪嘛 无非就是一个哄嘛 所以我提醒你一句话 对你的父母要讲孝顺 对跟着自己吃苦的老婆 要讲良心 孝顺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问题 良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做的是欠缺的 所以今天回去之后 再想一想 为爹妈做了那么多 为自己老婆应该做一些什么 我们做的事 我们做的事